哈囉大家好我是紅月亮 我們今天呢要繼續繞換1.20練才生存 來各位觀眾我們上一集呢不就是 前往了終界啊 然後呢 複製了片頭的 芥芙棒農場 也原封不動的把它給蓋了出來有沒有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沒什麼意義就是啊 因為 就如同上一集說的啊 其實通話的機器不需要蓋兩個 而且我看有一些觀眾留言也是說 啊其實這個東西真的 不是很需要蓋你知道嗎 哎不得我講錯了 他這個很需要蓋的東西 可是 他需要的量 又不會到超大你懂嗎 我是看到有觀眾說 蓋完當晚有沒有就是掛機 然後拿到一定的量之後就再也不會去了 因為其實不太需要 掛機一個晚上其實 不知道能不能有個擠大箱 那擠大箱其實 你想一下 根本就不會再需要用到那麼多芥芙盒 擠大箱的芥芙盒哦 好啦那總之呢我們今天呢就繼續來看一下 觀眾們有什麼樣的任務要請我們來做吧 來第一個任務哦 他說謝謝我帶給他就是很多影片有的沒的 其實 我並沒有每集都心裡滿滿 也沒有每集都要耗食費感啊 有些有有些沒有 然後有人說就是我會投機取巧嘛對不對 呃換作是你付不到一杯飲料的錢 要你工作5小時你願意啊 其實 呃不 不是這麼說啦好不好 雖然我有時候會半開玩笑說 啊 只給我30塊然後我要做超累的事情 但其實我心裡沒有那麼在意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定說 呃你要給我什麼任務都行 要給多少錢也是你自己決定 但是有個條件就是我希望各位給我就是 一天內就可以做完的事情 這個我應該都有講過吧 但其實還蠻多任務就是一天內真的做不完的 所以我之前才會找Alan一起來幫我 找Alan的話我就能夠一天內只蓋把它蓋出來 但那一集有沒有可能花的時間就不只一天啊 背後就是Alan在後面收集材料和設計這樣子 然後他說順帶說一句 這是他第一次DNA給我是不是 雖然小小輕易但想要上電視 這也不是電視啊好不好 你們真的是用電視在看我的影片嗎 我蠻好奇的 然後說任務就是收養一隻掠奪者 呃有旗子無旗子都可以讓我決定是不是 OKOK 總之呢 掠奪者 哇我這附近好像 我印象中好像都蠻遠的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可能就是去遠一點的地方 然後觸發突襲啊 這應該比較快 OK那總之我們目前又來到這個 掠奪者前哨戰啊 接著就不用我多說了啦 這裡離我家很遠嘛 我直接找那個旗幟好了 喔 這次蠻快就出了 那接著呢我們就直接 嘿 召喚出突襲 喔 他直接送在羊體一下耶 然後不動是什麼意思 打架打架打架 然後這次剛好是有旗幟的嘛對不對 我們就 欸欸等一下 還好還好沒爆 我先把他帶到我需要的地方好了 你先跟我走吧你先跟我走 地點我其實也已經決定好了啦 我們之前這邊不是想說 關個那個鑽石裝骷髏嘛對不對 然後骷髏死掉嘛 所以我就把這隻獵奪者塞去那邊好了 過來 欸你可不可以進來 你不要在那邊射我好不好 進來 算了我幫你推進去 先這樣子啦好不好 讓他射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先來去準備命名牌啦 先幫他命名 這個慢慢來應該 欸他會不會消失啊 等一下 啊他自己消失耶 喔好煩喔 沒關係啊又長姿勢了 離太遠有沒有 原本突襲是 怪應該是不會消失啊 可是你把怪拉太遠 有沒有拉出範圍 他就變成一般的怪物就會消失 有點麻煩 OK我目前已經打了還蠻多波了喔 比較可惜的呢就是 我後面刷了幾波都沒有那個旗幟 就蠻可惜的 不過無所謂啦 因為那位觀眾其實說無所謂嘛 所以 來 跟著我走 OK把他放進去之後呢 接著我就站在這邊啦好不好 慢慢的給他射 只要把那個弩射爆再說 OK觀眾我們目前呢 在這邊等了一段時間啦 真的是蠻久的 總是還是等到他把 十字弓射爆啊 啊可是他怎麼手會這樣子啊 我記得之前的 他是有什麼問題 我打他一下看看 他的手是有什麼問題啊 你是抽筋喔 算了 總之 他就是我們的 好夥伴好不好好夥伴 那這樣子應該也算是完美達成那位觀眾的任務了好不好 那接著呢我們就繼續來看看下一個啊 來這位觀眾說呢 建造一座在空中小型的玻璃生怪塔 不可使用生怪站 建造圖中不能死亡 不能穿戴任何的護甲 然後他要看著怪獸生成的 慢慢推下去是不是 空中的小型玻璃生怪塔 然後不能穿戴護甲 跟穿戴護甲有什麼關係 總之 我想一下喔 如果我要蓋玻璃的生怪塔 就是 基本上他地板的那個平台一定不能是玻璃啊 所以我們可能要找一些比較類似玻璃的材質 然後會生怪 我們目前想到就一個吧 就是冰磚喔 我印象中冰磚有沒有 怪物在上面也是能生成 而且他有點半透明 其實你要說他是藍色的玻璃好像 好像也還行 那材料的話呢 我一找就已經收集好了啦 有沒有 各位應該還記得吧 這些玻璃就是我以前有去挖沙子嘛 然後有事先燒的 不過 我覺得我可能還要再找個時間挖沙子 然後 重點就是 冰磚喔 冰磚 我來看一下這上面還有沒有冰磚 因為冰磚的話有點麻煩 就好像在出外找 哇 這邊好像沒有留箱子耶 那感覺這邊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冰磚 欸有這邊還有冰磚 我想一下喔 生怪平台的話 應該也不用太大 這邊冰磚應該是夠用好不好 喔這邊冰磚其實蠻多的應該可以 然後其實我在想要不要放藍冰啦 但藍冰好像沒一差 因為我們的目的不是要讓 怪物滑很快啦 就是要讓他人生成就好 總之這樣子我們材料就已經備齊了 接著 OK啦 那 各位也知道嘛 就是 生怪塔這種東西一般來講 蓋在海上比較好 因為海平面就是平的嘛對不對 而且 海平面也不會生怪 會比剛才陸力上效率好一點 我覺得應該不會好很多吧 就好一點 所以我決定 就蓋在這附近好了好不好 我們 欸 這附近 把它蓋在比較高的地方 應該是可以的吧 那總之我們就來 直接建築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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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ソーシ LEY 就跟1.19很像的天空之城 不用道一模一樣 農場倉庫可不蓋 他的意思應該就是中間那一個圓盤 好不好 因為我其他有延伸出去的道路 幾乎都是農場 然後正上方是倉庫嘛 所以他指的應該是正中間那種圓盤的部分 然後這個留言我真的覺得蠻特別 蠻奇怪你知道嗎 各位知道我平常留言都是有先備份下來的嘛對不對 然後要拍的時候我會再 去找一下這個留言看他有沒有打什麼特別的字之類的 但這個留言很扯 他直接留言不見了 我猜他是把他刪掉了 或者是有可能啦 他的帳號可能被停權之類的 我不確定 反正我在我的頻道是找不到這個留言的 靈異留言耶 不過既然我都有備份嘛 所以我們還是把這個解完啦 跟1.19的那個天空之城很像 OK那總之呢我就是蓋一個圓盤好了 然後呢其實我覺得啊 因為我們這個生怪塔有沒有 白天是無法運作的 但如果我們在正上方蓋一個 天空之城應該就可以運作了吧對不對 不過我那個天空之城是圓形的 我印象中 好像也沒有到真的很大 我怕蓋不住這個生怪塔 因為我印象中 你如果要讓中間光源全部歸零的話 好像要往外延伸個8格什麼的 OK啊 不管 總之我們就稍微算一下 然後就直接蓋吧 材料應該也不難啦 就是單純 呃 很多生版就對了 阿路那邊應該還蠻多的 我把他用完之後可能又要找個時間來 來挖了喔 總之 再請觀眾 給我一點時間把它蓋完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觀眾 我終於是花了一段時間 把上面這個地方給 蓋了 一個空中寶梁 看起來應該 跟以前差不多吧 就是少了空中的那個 倉庫以及外面的農場 本來就是 天空之城的主結構 然後我現在 下面過來已經很多了耶 因為上面有鋪起來嘛 然後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其實有 額外往外延伸一個平海處 要這樣子 下面這一個區域有沒有 才能夠完美的掩蓋住 就是目前這個整個區塊 都是可以升過來的 那總之我們現在呢 就先把土都挖掉 總之目前各位可以看到 大家都很開心的 往下掉有沒有 然後我們這裡 喔齁 其實有一點喔 不錯不錯 這樣子應該是還行啦 我只幹一層而已 這樣子效率其實我覺得可以接受 好不好 來 那總之呢 目前應該是任務都雲滿達成了啦 最後我們開個光影看一下這個地方好了 欸不對 現在是下雨啊 下雨的情況 某某的完全看不到耶 算了 總之我們只要在下面掛機有沒有 這個升官量真的是還不錯啦 那我私下可能就是會稍微掛著 然後 看看能有多少閃量啊 我自己也蠻忘記會有多少的 總之 我們今天這集呢 就差不多像這樣 感謝觀眾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可以跟我們一看 我們可以再次的一個 凶龍 來吧 不幫我們 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們可以做到 我們可以做一個 最多的